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进入摩石二和提高融化强度 去将火束靠近金属 使其间出现电弧连线 电弧需让弓箭的焊缝边一直保持在融化的状态 且电弧获得将其穿透 如果火束意外熄灭 请在五秒钟重新按下 缓缓松开射枪启动按钮 亦将火束重新点燃 请将喷嘴到弓箭的距离保持在三到四毫米 该距离在焊接厚度超过六毫米的金属时 需相应的增大 如果说摩石一的焊接 比较类似于养焊的话 那么摩石二的焊接 就比较类似于亚富焊 如将喷嘴与金属间的距离拉远 延长了电弧的长度 其稍着强度会增强 如果电弧中断 可将火束靠近弓箭而重新获得电弧 结束摩石二工作 需按下右边的按钮 以使电流减小 直至摩石二的电流指示灯熄灭 注意 侧枪喷嘴 不要沾上溶渣 可用金属刷将其清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